她是TVB花旦,相恋九年男友移情别恋,脑袋扎满银针自证没整容。 香港电视剧曾陪伴著大多数8090后走过童年,而阿雄开始吃米港剧则是因为关永和和腾立明主演的《驼腔师姐》,其中腾立明饰演的陈三元的半想一度让我梦想著长大以后也成为一名女警。 《驼腔师姐》播出以后,关永和与腾立明开始被观众所熟知,甚至腾立明在剧中所饰演的陈三元一度成为她的标签。 然而或许是在该剧中的表演过于处才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腾立明饰演什么角色总是反响平平。 人们只要提起腾立明就会想起她所饰演的陈三元,这一度让腾立明感觉十分苦恼,好在她也并没有放弃而坚持把每一部戏都演好,因此有人将她称之为绿叶花旦。 其实腾立明所演组的角色很多样,无论是薛宅男女中精明算计的李曼华,还是熟男友或李翠若单纯的全职太太顾佳婷,腾立明的每一次演绎都让观众直呼配角比主角要亮眼许多。 虽然在她二十余年的演员生涯中,腾立明多出演配角,但是这么多年不懈的坚持也终让腾立明这个千年绿叶迎来了春天。 2016年,腾立明搭档欧阳振华出演《烟乌老友记》,在剧中二人饰演一对兄妹,各种搞笑逗趣让观众直呼回一杀。 而腾立明也凭急着在这部剧中的精湛演技再一次征服观众,更有人说应该将事后颁给腾立明。 然而各种成功的背后,是腾立明在演艺之路上不断摸爬滚打的艰辛。 在出演《烟乌老友记》时,腾立明与魏俊杰因细生情,在一起九年之后魏俊杰却娶了别的女人,依时间各种流言四起,而腾立明却从未说过关于魏俊杰的不是,也可谓是别人家的前任。 此后腾立明还经历过一两段让他心伤的感情,然而不管在情路上多么坎坷,他也不曾停下自己演戏的脚步,他曾坦言演戏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怎么能因为挫折就停下。 在拍摄《爱回家之开心宿地》时,由于搭档袁文杰在抱住腾立明时不慎摔倒而造成腾立明脊椎受伤,需针灸治疗。 而腾立明还不忘晒出整颗脑袋扎满银针的照片笑称证明自己没整过容,惹得粉丝不住地心疼。 好在努力的人总会被生活温柔以待,最终腾立明嫁给了是他如宝的朱建坤,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 很难想象出演过各种各样电视剧的腾立明在出道前是一名美丽的女景花,由于十分热爱唱歌而选择参加歌唱比赛并且成功闯入八强,而那年比赛的冠军是陈奕迅,季军是杨谦华。 由于并未进入前五强,腾立明为签约唱片公司而是进入TVB议员进修班,成为旁听生从而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如今的腾立明生活幸福,家庭上有一个疼爱她的老公,事业上转战内地与腾人签约,近些年在内地也颇有人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